大家好,这一会儿12点41分了,时间过得好快,给大家看看,这有一段录音 一种是动宝,一种是女权,那你现在这种铁子就是引起了一些动宝的人的一些根频 但这是好事情,这又不是坏事情,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现在 你觉得一条狗狗被带走了,你觉得是一些很严重的事情吗? 我觉得一条狗狗被带走不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涉及到防疫人员通过撬门的手段 到了民众的家里面去殴打,甚至说去虐杀他的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我觉得是非常严重 那你也只是听着片面之词啊? 我不是听片面之词,我是看到了视频,如果就是一个人这样跟我说,那不好意思,那我会斟酌一下 但是我现在是看到人家的监控,这也不是他埋伏来拍的 那如果这条狗是带了病毒呢? 首先啊,这是一个知识,我纠正你一下,就是科学家已经证实人和处之间是相互之间是不传染的 人和处之间是相互不传染,那这病毒它是怎么到狗的身上呢?你有没有考虑过这问题? 那首先你告诉我这条狗为什么有病毒呢?是通过你们的检测吗?肉眼观察吗?还是怎么样? 因为那个区域有病毒 那个区域有病毒,为什么就是这个狗有病毒呢?那每个人身上都可能有病毒,为什么人是隔离起来呢?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不是我要这样说是你不用去抓这个字眼 现在我就是觉得很莫名其妙就是为什么会打到我电话上来,然后要我来删帖 是,这条微博是我发的没错,那也就是说我的个人隐私就不受保护的是吗? 而且我告诉你,你绝对不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跟我说,我劝你把这个铁删了吧? 因为首先我为什么要听一个普通人的话,二是一个普通人为什么 现在啊,还是那个江西上饶信州区那个事啊 现在有人在威胁这个帮助扩散这件事,这个这个小女孩啊,有人说她不是个普通人,她当然不是个普通人 如果你是个普通人,你没有一个公权力部门的身份,比如说网警啊,或者地方政府的维稳人员呀,或者是什么新闻办呀,或者是宣传部门的人 你会打电话吗?你会多这个事吗?你会平白无故去干涉别人,或者有可能得罪人?你不可能吧 作为一个普通人,老百姓,对不对?啊 反正我知道在中国这个流浪猫啊,流浪狗啊,被虐杀呀,这挺多的啊 有的时候政府出来打狗什么的,也是没有什么合法的啊 依据呀,或者很过分的,反正打狗在北京市就是归十三处 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现在叫治安总队 他的总部大楼就在德胜门外,西城区,公德林,过去是个监狱啊 很多年前吧,十多年前,在北京市园林局 呃,门口爆发过一次,应该叫示威游行吧 或者叫,呃,急剧抗议 大家集中起来,可能有上千 喜欢小动物的人,动宝嘛 啊,刚才说了动物宝女权 动物保护主义者 到北京市园林局门口 应该是抗议他们,这个对动物的一些虐待吧 啊,这个,还有前一段,啊,有一个当过兵的女的 她的女儿好像在美国 这个女的吧,就是那个,也是部队大院长大的 军二代,她住在北京通州吧 她的狗可能没拴着啊 反正在自己家门口 他们家是一楼吧,有个小院子 或者是那种小花,那个花草,灌木 那种小篱子,可能在那附近 没拴着,就被通州区的这个治安支队 就是也是叫十三科之类的 警察给带走了 然后在那个警察的 有一个动物的收养的那么一个地方 然后看那个狗是又脏 又那什么,有一个照片 脏乎乎的,眼神特可怜 然后 这个女的当过兵,她说啊 我就恨这帮警察 我要给这个通州区这个治安支队 就是公安局门口 那个我要给他们送一个花圈 表达我的抗议 不过我觉得啊,你要真送了花圈 那你的狗不但在那个里边 是吧 被虐待也好,被关也好 你的人也会被关 是吧,那寻衅姿势 这顶帽子扣在你头上 费劲吗 一点都不费劲 是吧 中国就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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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